他抓住男人正在发光的手 让男人用力捶他胸口 男人心想还有这种好事 二话没说用力地按了上去 一瞬间 剧烈的能量如潮水般涌入女人体内 原来两人都是逃难到地球的外星人 正在被其余星球的掠夺者追杀 早在二十年前 这群长得像伏地魔的掠夺者 就入侵了他们的星球 十几亿的族人惨遭灭门 唯有九个拥有超能力的孩童被荡成火种 在各自守护者的保护下逃到了地球 九人分别隐藏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可即便是这样 深知斩草药除根的掠夺者也没打算放过他们 阿强就是九人中的四号 隐居在一个海边小镇的他 这晚突然收到了郑花的邀约短信 两人的脚下踩着幽暗寂静的大海 头上顶着繁星点点的天空 眼看气氛都渲染到这个程度了 情不自禁的阿强刚准备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可突然他的小腿开始发光 剧烈的灼烧感更是让他痛苦不已 郑花好不容易将他搀扶到岸边 但接着也被这诡异的一幕吓得落荒而逃 时间来到第二天 阿强从沙滩上醒了过来 腿上新的烙印代表着三号火种已经死亡 所以作为四号的他成为了掠夺者的下一个目标 阿强的守护者将他在小镇的所有痕迹烧毁后 带着他开始了新的逃亡之路 几天之后 两人来到了一千多公里外的天堂镇 守护者将阿强的社交痕迹彻底消除 并要求他寸步不离地跟在自己身边 但已经流亡二十年的阿强本能地害怕孤独 所以这一次他执拗地想要融入人群之中 眼看劝说无效 守护者也只能无奈地让他随时保持联系 就这样 阿强带着伪造的证件来到了学校 在办理入学手续时 阿强就对正在挨训的阿珍一见钟情了 借着老师让阿珍带他熟悉学校的机会 两人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而学校里所有的一切都让阿强感到兴起 看到有人被校罢欺负时 他会不自觉地上前提供帮助 接着立马捡起橄榄球一把将校罢砸飞 也因此 他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二个朋友 胆小懦弱的山姆从小就痴迷于研究外星人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在寻找外星人的过程中神秘失踪了 所以他也想借此找到父亲的踪迹 而逐渐习惯了学校生活的阿强 这天在上课时两只手掌突然发光 惊慌失措的他为了避免身份暴露 只能立马躲进了杂物间 但手掌上的光芒却越来越亮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变身成探照灯霞的时候 他的守护者及时地赶过来 告诉他这是他的超能力正在觉醒 在守护者的帮助下 他这才控制住了体内的能量 回到家后 阿强开始不断适应自己的超能力 只见他捡起一块石头 猛地扔向天空 石头竟瞬间突破阴障消失不见 接着他朝着瀑布纵身一跃 稳当落地后没有任何缓冲 又直接越过了十几米宽的水面 与此同时 一个陌生的女人闯进了阿强之前的家中 在一番搜寻无果后 他将所有燃气的开关打开 接着点燃一根火柴 就这样淡定地顶着熊熊火焰走了出来 而他正是九名火种之一的六号 可就在他离开不久 掠夺者也找到了这里 尽管六号已经帮他们抹去了所有的痕迹 但他们还是从蛛丝马迹中 找到了阿强位置的线索 而浑然不知危险即将来临的阿强 还在滋滋不倦地撩着眉 就在他带着阿珍不自觉地来到小树林的时候 一群头戴夜市仪的神秘人突然袭击了他 并将阿珍强行带走 顾不上暴露身份 阿强立马激活了超能力 迅速地将几人放倒后朝着阿珍追去 等到阿强赶到后 这才发现绑走阿珍的竟是他的笑霸前男友 气愤的阿强狠狠地将他按在地上一顿烫走 等他发泄完后却暗自感激笑霸的神助攻 因为他终于能和阿珍更进一步了 可到了第二天 笑霸的警察父亲直接找上了门 尽管阿强一再失口否认将他打发走了 但守护者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立马转 可好不容易才和阿珍确定关系的阿强 打死也不愿意离开这里 甚至用超能力将守护者控制住 试图告诉他现在的自己完全有自保的能力 但下一秒他就被守护者给上了一课 守护者用丰富的战斗经验轻易地将他制服 为了大局着想 阿强最终还是答应了撤离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到了第二天 醒来的阿强突然发现守护者不见了 紧接着他就接到了守护者的电话 可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他用守护者的姓名威胁阿强 让他在天黑前赶到指定的地点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阿强立马联系了山姆 跟他坦白一切后 在他的帮助下 两人成功赶到了神秘人提供的地址 阿强用超能力将守护者救了下来 可就在几人准备离开时 掠夺者一枪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在他对着阿强再次扣动扳机时 守护者及时出现一把将他撞开 但三人刚坐上车 掠夺者再一次从天而降 手中的利刃直接将守护者动穿 悲痛欲绝的阿强用超能力将掠夺者击飞 可等他们逃出来后 守护者却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而也因为阿强的逃走 两名半是不利的信徒被掠夺者残忍的肢解 事后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通过遗留下来的痕迹 他们将阿强定为了第一嫌疑人 看到新闻的阿珍也给他发来了质疑的短信 现状 阿强第一时间找到阿珍 可刚想要跟他坦白一切时 警方也通过追踪赶了过来 来不及解释太多 他只能拉着阿珍转身就跑 看到有警车朝着他急驰而来 他轻轻地伸出手 就直接将警车钉在了空中 接着 两人顺利地逃进了学校 另一边的掠夺者也控制住校霸得知了阿强的位置 眼看着掠夺者将学校的大门堵住 阿强只能带着阿珍继续逃命 可突然前方的大门被一枪崩开 原来是得到消息的6号及时地赶了过来 他拦住两人身后的掠夺者 顶着枪铃弹雨直接一个瞬移 解决完其中一人后 再次瞬移到另一人的身后 干净利落的一枪结束了战斗 通过交谈 阿强才得知原来他是通过网上曝光的之前他的视频 才一路追踪找到了他的踪迹 就在两人商量着如何突破困局的时候 掠夺者也将他们的战争巨兽派肯释放了出来 在派肯朝着学校飞去时 阿强的宠物狗也在同一时间露出了他的真人 吓懵了的山姆跑进学校刚和几人会合 派肯就带着掠夺者直接从窗户撞了进来 阿强立马将派肯引到楼道里 眼看派肯朝着他飞扑而来 阿强一声怒吼 可下一秒 毫发无伤的派肯还是继续朝着他袭来 就在他回天乏术的时候 宠物狗及时地出现一把将派肯扑倒 趁着两只巨兽站在了一起 阿强赶紧跑回教室 第一时间将落入下风的六号救了下来 此时六号的能量已经耗尽 于是他拉住阿强的手 让他用能量给自己充电 等到他满血护火后 两人各自挑选好对手冲了出去 六号趁其不被一个瞬意 直接跳到掠夺者的头上 毫不犹豫将他化作了尘埃 接着他将手上的武器抛向阿强 阿强一个转身后 也干净利落地将敌人解决 四人刚跑进学校操场 却又被另外三名掠夺者挡住了去路 阿强赶紧让山姆将阿珍带走后 他和六号也朝着掠夺者冲去 在阿强的掩护下 六号顺利地解决掉其中一人 又趁着Boss被阿强控制住时 利用瞬意成功地将另外一人斩杀 可他自己却也在同一时间被派肯抓走 看到六号危在旦夕 阿强也顾不上身前的掠夺者了 他双手朝着六号释放出能量激光 限制住派肯的同时也给六号充能 可就在六号正拖出来将派肯击杀时 阿强却也被拖困的掠夺者一枪轰飞 接着掠夺者一把将他提了起来 随后掏出身后的利刃准备将他两截 但阿强并不打算束手就擒 他试图用超能力引爆炸弹和掠夺者同归于尽 然而就在即将爆炸的前一幕 六号用尽最后一丝能量顺移过来将阿强推走 在爆炸的同一时间撑开了身上的护盾 挡住了所有火焰的同时 也牢牢地将阿强护在了身下 在阿珍和山姆紧张期待的眼神中 恢复过来的两人从火光中走了出来 这也代表着所有的掠夺者被彻底消灭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当阿强和六号将两块纸饮食融合到一起后 两人也瞬间得知了其余火种的藏身之地 在阿珍复杂又难过的眼神中 阿强带着好机友山姆 跟着六号开始了他们的寻亲之路 故事的最后 阿强终究抛弃了阿珍 在一个没有掠夺者的傍晚